柯市長 黃副市長 黃局長 還有李柏章署長 還有徐大成 也是中央地方 台北 台北市 新北市都兩邊一把抓的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 理事先生們大家好 大家早安 那其實呢 我們這幾天看起來疫情比較趨緩 那境外移入的案件慢慢緩下來 看起來我們的在邊境的防守應該有達到一定的成效 不過仍然不能夠大意 我們現在每百萬人口確診的人數大概是16 那全世界看起來是每百萬人口200多 大概是230左右 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世界這樣的疫情是非常的厲害 當然不用說我們特別看到的美國 歐洲的一些國家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們仍然需要提高警覺 那維持一定的社交的距離 跟戴口罩 必要的時候戴口罩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透過這兩範的一個規範 跟這樣的一個使用 可以讓我們比較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 當然在這裡也必須要跟全體的國民市民 表達我們的歉意 為了防疫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的規定 讓他的生活或經濟都受到一些影響 不過看到世界那樣的一個情況 這段時間我們必須要繃緊神經 不能夠大意 那防疫最重要的就是全民一起來 犧牲了一些國民的權益 跟一些經濟上的利益 那為的就是要守好台灣 那當然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還有我們的商業界的朋友 我們科技界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 跟市民一起合作 直擊在我們國民的一個高的素質 那運用我們政府的力量 地方政府的 中央政府的 科技界的 各方面的人才 把他獻守好 那在口罩這個政策裡面 當然大家爭議很多 每一種建議都有 那每天都在算 那坦白講我是天天都在算 每天都是一片一片在算 那當然每一樣的政策的改變 除了基本的供應量要跟上來 產業界非常的努力 從一千開始 在我們一月底的時候 整個停工 復工出來的時候 出來拚得要命 那時候拚了一個禮拜 也不過三百多萬片 然後開始積極的組裝 經濟部發了很大的精神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到近來產量稍微穩定 大概一個禮拜前 大概我們統計的產量 到一千三百多萬 到上個禮拜一千四百多萬 那這個禮拜好像有一千五百多萬 甚至在昨天好像有達到一千六百多萬 但是機器可以跑 人還是需要休息 所以在產能在禮拜六 禮拜天 或者我們在廉假的時候 都會往下盪 因為畢竟機器雖然那麼好 但機器也是要稍微維修一下 所以到假日的時候會稍微低一點 所以這種產能其實都在浮動的 那為了因應這一次的十四天的九片 其實大家都很掙扎 其實我是主張十四天欺騙的 那但是呢 它站在人民的需要能夠更充足一點 所以後來決定十四天九片 那我也仔細的算過 因為那時候存量有七千多萬片 那加上這幾天的存量跟預期的產能的提高 我們應該可以提供十四天九片 那但是能夠提供這樣的量 那接下來就取得的方便性 那藥局的壓力很大 實名制的2.0 大家運用也多 但仍然大家還在排隊 所以今天看到有這樣的一個新科技的進來 我們覺得非常的高興 它效率變高了 最主要也降低了一個接觸的風險 所以希望透過我們產官的合作 能夠讓市民更方便的來取得我們的口罩 當然這要一步一步來 我們也天天會一片一片的算 這天還是很緊張 昨天 前天啦 前天第一天 大概就售出了一千八百多萬片 那大家參加一千八百不多 但還要包括我們實名制的一百三十萬片 還要包括我們公務配售的四百多萬片 所以其實昨天就要一天到 前天一天出去就兩千三百多萬片了 非常的多 那昨天第二天搶購草稍微低一點點 昨天我們售出了藥局這一端 售出了一千四百多萬片 那當然真的我剛才講 我們的2.0跟我們的配售 然後再加上狗爸版 這也前高版 看看下禮拜會不會比較滿足一點 我們這段時間希望能夠測試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需求的面 涵蓋率 到底大家需要到多高 那接下來再考慮說每一個單位的量 那總是政府會好好的一片一片的算 讓大家盡量能夠夠用 但是大家也必須要準潔的使用 那未來希望像這樣的科技化的東西 能夠越來越多 讓大家能夠更方便 那再度謝謝柯市長 還有地方政府的努力 我們一起來 謝謝 謝謝大家